好 民主基金會 因為按照慣例的立法院長來做 陳水扁當總統的時候 也是讓王金平去做 民主基金會的董事長 但是現在好像民進黨有人有意見 王宏偉就說 這是民進黨的小金庫 因為有些錢是給民進黨 他就問一個問題 他譬如說民進黨的政黨 政黨每天要申報經費 這邊有一個其他補助款收入 其他補助款收入 一千七百多萬 其他補助款是什麼 他就講說國民黨 他的財產就有說 民主基金會補助他一千一百六十四萬 國民黨很清楚這是民主基金會給我的 為什麼民進黨都不敢報 這個錢是不是那個錢 他提出疑問 另外他也提出一些申請的人 有八十萬二十萬十萬的 五十萬四十萬四十萬四十萬二十萬的 基本上這就是民進黨的委員 是民進黨的人士去跟民主基金會申請的 到底怎樣 引起大家滿大的討論 另外今天《中國時報》頭版投資講說 台中市要標底費地 內政部說不行 這個地要給社會住宅 台中市就說了奇怪對不對 林嘉隆當市長怎麼可以 為什麼我現在就不行 這是一個 另外房地產界也反對了 所以因為這個地的底價比一般的市價多20% 所以會不會擔心這個地一賣以後 旁邊的地價也跟著漲 變成一個定毛作用 定毛作用或是毛定作用 那專家是說市場決定了 不是底價能夠訂電的 就算訂了底價出來價錢不一定照著底價 這是有學者這樣看了 那內政部說要緩一點 那今天最新的消息 內政部說你賣給我好了 你賣給中央我來蓋社會住宅 或來蓋別的 你不要賣給老百姓等等 到底怎麼回事我們看一下 台中市長盧秀燕228出席和平紀念追思會 不過最近遭到綠營炮轟連連就屬這件事 因為他批評我們的數字說我們賣太多 結果發現是拿全國的數字 當作台中市的數字 那我想說有道歉就好了 我們今天紀念228用愛包容 台中市府公告標售 第13期大慶和14期美核莊市地 重劃區抵廢地 總共123筆土地底價超過200億 被內政部長點名 是在炒房應該把地拿來蓋社宅 但地政局長反駁 賣的根本不是社宅地 曾經有發生過 對地方的重劃標售有意見的 沒有我從事公務生涯42年沒有 不過我們非常感謝部長的提醒跟關心 暗酸中央對台中市府太關切 林又昌態度也才很硬 昨天他們地政局長所回應的 我覺得有點牛頭不對麻醉 我們內政部昨天並沒有說 他們標售的是社會主宅的用地 我們的意思是說既然你有這麼多的一個底費地 你也可以專案讓售給中央政府 林又昌補充台中市是房價負擔第三高的城市 把底價定這麼高是否有帶動房價的可能性 綠營立委也緊咬標售議題狂轟盧秀燕 藍營立委也群起反攻 市府依法行政中央一直公文干預地方自治 高雄市在台積電設廠後 去年也分批標售土地 就沒有如此被關切 加上之前台中市實案處 驗出台糖肉品 含瘦肉精西布特羅 中央也指出程序有錯 似乎一根針在眼中 怎麼看都有問題 這件事情他一開始的時候 是因為賴正義他提出來 然後內政部就這麼的 配合建商的意見 當然賴正義先生很重要 就在整個房地產的市場上面 他在工商界也很有分量 只是因為他這樣子的出手 一打就打台中市政府 已經接連的從石安的世界 到這個為了底廢地的事情 好像中央現在就是衝著 這個盧秀燕市長而來 是不是會把盧秀燕 已經鎖定在未來的 2028的一個人選 當然就會起大家很多 這樣政治上面的聯想 因為這樣子賣這個底廢地 並不是台中市並不是第一個 過去的林佳龍或是高雄市政府 他們也都賣了很多很多次 那你說這個他的標高 他那個價錢到底有沒有說是 有超過 然後會有炒房價的這個問題 我看到這個房仲業者也講 就是說你底廢地 你如果說標的太低 你公開標售的價格太低 其實承辦的人員也會 也會被落入一個陷阱 這個陷阱就是說 哇你是不是賤賣土地 然後土力特定的這個建商 那我還不如就說我把它符合一個 比較符合市場價格 然後來賣出的話 這個對於等於是說 對於市府來講 還有對於 因為它這是都市重化 那你這個對於市府來講 我可以得到比較高的一個 這個價格的時候 我可以對於我在其他的 還利息這個部分 他也可以得到他的 在那個市政上面的支出 然後對於這個原來的這個地主 他可以有一個比較高的這個價錢 對於地主來講 他也是獲益的 所以說今天台中市政府 這樣的出手 然後內政部這樣子的這個回應 會讓人家產生很多政治聯想 不過下一步倒是說 今天內政部講出來說 那你賣給我 你賣給我 我們來 來蓋這個社會住宅 因為台中市政府已經講了 就是說這一塊地 他原來他不是這個社會住宅的用地 現在你這個中央政府出了這一招 那你是要依照他現在公告的這個價格 以這個你認為比較高的價格 買回去了來做 那你的這個 政府哪有錢 還不是我們人民的納稅錢 這個賬要怎麼算 不過我覺得 其實要理清這個事情 也不會很困難 對不對 林宥昌去批評 好像這個地方本來應該蓋社會宅 那就要查一件事情 全台灣台中市在盧秀苑處政之下 蓋了社會住宅又比其他的縣市少 答案應該是沒有 沒有 沒有你針對盧秀苑 然後他就覺得說 你們是發動一個先發制人的攻擊嗎 要阻擋盧秀苑下次出來選總統嗎 那就會有這種聯想 第二個就是說 你說這個有什麼定毛作用 你剛剛講說 因為他那個價錢定價很高 所以整個會附近的地產商都反對 你要把那個價錢給炒高 這是台灣是一個開放的市場 這個市場自己會去決定 如果高沒有價值就不會有人去買 如果高但是有價值就會去買 最重要一件是我的感覺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之間 要有一個分跡 你看在美國 德州跟中央現在就槓上了 就針對邊界的問題 你中央政府敢怎麼樣 你也派你的軍隊 你聯邦軍隊敢針對 德州的國民兵動手嗎 也不敢 所以我覺得中央有全國一致的事物 由你中央來管理 台中市要不要改社會宅 這個很顯然是地方的失誤 你干涉這麼多幹什麼 如果說他幹的社會住宅不夠多 你民進黨在台中市的事業 你可以發動攻擊 你有問過全台灣歷史這麼多年來 有沒有一個內政部長 去拋封一個縣市 只因為他要賣地 只因為他覺得說 這塊地應該當社會住宅 沒有 答案是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針對性就太強了 好吧 基本上我的立場 我反對所有地方者我賣土地 我在競選的時候 我的政見也是這樣 很多年輕人問 為什麼我們房子那麼貴 為什麼 因為土地很貴 建造成本沒有那麼貴 建造就算豪宅一坪 最多造價二三十萬 三四十萬了不起的 一般的房子造價十萬 十五萬就很多了 工人再漲 材料再漲也就是這樣 因為台灣沒有什麼土地 好 大陸現在經濟很糟對不對 地方政府一塌糊塗 房地產一塌糊塗 為什麼大陸地方政府也在賣地 當初 對 他就靠這個賣地 地方才有收入 台灣一樣 就是台灣為什麼地方政府在賣地 因為財政收支劃分法 所以中央集權 中央集錢 所以地方沒錢 沒錢地方怎麼辦 土地重劃 劃了以後想辦法賣地 賣地就得到很多的錢 賣地有沒有地毛最後 當然有 我跟很多建商談過 本來這個土地一坪 比如信義計畫區 原來一坪200萬好了 台北政府一賣地 一坪飆到300萬 立刻起碼都300萬起跳了 就這樣互相激盪 台北政府也是看 不一定台北政府 其他地方政府 民間這塊地賣了280算 我不能比他少 我才有300萬 所以大家互相炒 地價越炒越高 越炒越高 所以這個東西要從財政收支劃分法 怎麼樣地方有足夠的裁員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如果不准賣 這是一個政策 你不能只不准台中市賣 你全部都不可以賣 全中華民國都不可以賣地 這個土地做什麼 好好規劃 土地賣出去就沒有了 我們派了多少官員到新加坡 看人家新加坡怎麼社會主權 幹那麼好 為什麼新加坡社會主權幹那麼好 為什麼 土地是政府的 再加上公基金制度 一個員工薪水22.5% 我那個時候 現在聽說可能少一點 少不了太多 22.5% 雇主22.5% 45%拿出來存起來 是員工將來的退休金 我們現在勞保要虧什麼6% 6%怎麼會不倒 人家是45% 少也是40%對不對 這個錢可以拿來作為買社會住宅 就是他們的主屋的投機款可以 就是前兩天新加坡駐台的代表 副代表一起來看我 還一直討論了他們的這些政策 他們說你怎麼那麼了解新加坡 我說我從二十幾歲 就常常跑新加坡 因為我的工作關係 非常清楚新加坡整個制度 我們派一堆官員去 只要你土地不在政府手上 你學不了新加坡那個社會住在政策 怎麼可能 你好不能只有這麼多人地 還都把它給賣了 當然土地問題解決不了 年輕人當然抱怨 所以這一點要怎麼解決 土地是稀有的資源 一出去就沒有了 政府怎麼掌控是非常重要的 謝謝